你今天七千五百步了嗎 根據台灣人數的調查 高達七成民眾曾經使用過手機APP來做計步 曾經有購買過健康醫療選的民眾 大概有五成有意願多了解 或是購買健走型的外衣保單 這個是我們內部創新競賽 中興盡控為了鼓勵員工自主創新 所以有舉辦創新競賽 倡導數位文化的創新 另外一個Teamwork運用大量遊戲化的設計 陪伴用戶持續運動 鼓勵員工養成持續記錄的好習慣 Teamwork的AP它有個特色是說 它是透過遊戲 還有跟我們企業內部的員工 彼此之間可以做互動 用團體的競賽方式 跟另外一組人來做互相PK 那就會產生一些樂趣了 這些都可以透過榮柱來做兌換 也可以成為企業ESG的最佳推手 促進員工養成運動的習慣改善健康 如果說活動競賽很成功的話 那未來還有跟體育署 參與這個活動其他調降的空間就越大 我們花了大概有半年期間做測試 測試的情況還不錯 就是說大概有4000人參加 然後大概有1000人組隊來參與這個活動 大概有58%人都養成 每天7500步的一個季步 測試的夥伴覺得說這個活動還真的非常好玩 他們覺得收益還蠻多的 這個運動它可以做比較長久的一個推動 其實對企業跟員工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提升的方式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APP 我們想要營造就是所謂企業組 還有企業員工跟保險公司 雙方都能得利 而且透過所謂數位化的 隨時可以記錄你的運動習慣 透過窗戴專制 隨時把你的運動狀況 累積在你的手機裡面 可以搭配到所謂的保險商品的結合 企業員工他可以隨時查詢到 他自己的團險的保障有多少 當他遇到事情的時候 把這資料傳出到我們台灣人手 都可以處理了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APP 一個醫化的方式 做到團險跟客戶員工的部分 彼此間均勻更納急 醫院的任務不是只有在治療病人 針對未來一個老化的社會 這是非常重要的 醫護同仁的健康 有好的身體才能夠照顧我們的病人 提供病人一個優質的醫療服務 我在這麼繁忙的工作裡面 我的運動習慣就是走路 我覺得走路是最好的運動 在日本的研究每天走七千步 就可以達到這個健康的效果 所以這樣的一個APP 真的是有助於大家來養成健康的習慣 我們也很高興有這樣的APP 我想就分兩部分 一個就是關於我們的員工 我想我們已經在規劃 可能就是舉辦一些 比較有趣味的競賽 那針對病人的部分 我們溫酸區 人口比較屬於老化 希望我們能夠推廣到 這些慢性病的主權 讓他們藉由這樣的APP 讓大家能夠在日常當中 就把散步走路當作是一個 非常愉快的一個運動 我想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這個APP不只是一個提案而已 它因為它有結合所謂商品精算 業務通路 還有客戶服務及資訊開發等 以團選員工為中心的一個產品設計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 那一群人可以走很遠 大家互相鼓勵 互相扶持 互相提醒 那這樣子我們才能夠辭職 APP的設計給你的提醒 那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機制 它是屬於新型態的 團選的商業模式 那透過遊戲化平台 達成企業 員工 還有保險公司的三營局面 你今天7500部了嗎